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母親節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嗎 就是事後寶媽問我說 她就打我說妳怎麼都沒來 然後我就說 可是根本沒有... 就是大家沒有跟我講要吃飯 然後後來我才知道 她帶文惠去嘛 然後這是一次的事件 然後... 鐵板燒 然後後來騎車又是一次 妳知道紀文惠根本不要她 我根本不知道 我們在幹嘛 王建民果然是個搞人 然後後來最後一次 就是吃鐵板燒的一次 是因為我其實很... 因為她就跟我講說 後來我就說有誰誰誰會去啊 然後她可能就講 彩樺姐啊什麼的 然後孫朋哥什麼的 然後我就... 嗨 那次彩樺姐看到我說 就是她先露出一臉 訝異的表情 然後我就說彩樺姐 然後她就... 因為她就是可能妳知道嗎 嘴巴是妳 她神經線很大條 就是嘴巴比反應還要快 所以她就先講說 文惠 然後... 怎麼會是妳 文惠咧 對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當場就覺得很尷尬 我就說可能她在忙 因為我當場就先回說 那可能文惠再忙這樣 所以那一次就是 妳約了紀文惠她沒空 妳就轉而約柯宜柔 應該是都有約吧 沒有...那次沒有約柯宜柔 沒有啊 沒有約她 她是神經病人啊 這名叫我 剛才柯宜柔還說 她...妳跟紀文惠騎腳踏車 她是看報局才知道的 你為什麼不跟她講 不是 妳知道後來... 後來我跟她 我跟文惠 就真的是非常好的朋友 我跟以柔 她就是一個小妹妹 因為我跟她在聊天 在...我們都是很晚的時候 MSM 所以愛情的世界就是 對 好心酸喔 沒有你們想這麼複雜 為什麼我們喜歡這樣想 不好意思啊 你憑什麼控制我們的思想 而且明明... 我們大概半個月一個月前 她才約我說就是要 一起去遊家吃飯 她要做飯給我們吃 那是因為妳勸王建民說 偶爾也約一下可以遊聚一聚 我才沒有 沒有 那是因為對 妳沒有 妳排擠可以遊嗎 不好意思 東西 我就請問妳講個話嗎 妳想我去嗎 妳要走啊 對 事情是我要拒絕我的 而且啊 就像在那個母親節的事件 在母親節事件之後 因為我就事後知道很差異嘛 然後我就回家真的就是跟她哭 我就說 為什麼就是 跟媽媽吃飯都... 妳是不是真的哭嗎 沒有 就在M&A上就是哭 就說為什麼你們 就是母親節這麼重要 就是吃飯都沒有約我 而且我是事後才知道就是 也是寶媽不想說溜嘴 她說該不會是那天文會來 所以她沒找妳 然後我... 因為我就被刮了 講話都很清楚 所以成熟的女人講話 都比較放得開 對 就見過世面 就沒在看見 那個母親節 我跟馬國畢 錦雯 我們設計了多少 買很好的禮物 然後幫她慶祝 然後妳不要可以喔 對 不是 不要可以的 妳真的沒用嗎 妳自己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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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不要生氣喔 妳的鼻孔比眼睛還大 然後... 然後我就知道 我就給她一個很快的派對 她看到我的第一句話 就是把我拉到旁邊 因為她看到文會 她把我拉到旁邊 姨柔咧 因為寶媽比較希望 妳跟姨柔在一起耶 沒有 因為文會那時候 沒有跟我們走那麼近 姨柔跟我們走得很近 所以汪建民 我沒有放線 我一條線都沒放 這兩條怎麼搞的 這兩條 我跟她... 這網紅更不用提 是有一號二號啦 所以妳 不是 為什麼我一定要講 她真的是這張牌 二號...妳二號 對 我說 妳二號 永遠都是最後那一號 她跟她比她一號 她說一號 二號 而且她是想出認識的順序 居然要複雜 我就把你們真的弄複雜好了 我跟文會 永遠都會是非常好的朋友 我跟雨柔搞不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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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成功了... 你成功了... 妳是誰啊 妳是誰 妳看太久了是不是 妳...媳婦好生活的妳 好心情 太高了 不是嗎 不是 我的一邊來都是 不是 我覺得彥福啊 跟這個朋友啊 這個節目只有一個衝頭 他已經佔了50分了 沒有...這個話... 這個話自己也講過 她自己也講過 不是高反 你的心情是說 你有可能喜歡上她是不是 因為文會太有個性 她太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就是她不要她 所以她太甘了啦對不對 就是她太有自己的想法 我現在汪建民 就會在等她人生過境遷返以後 都不是 那最後回過台看到 柯儀柔還在等她 就說那就是 妳會等她嗎 妳會這樣甘願的等下去嗎 真的嗎 妳幹什麼 妳是說 妳會這樣賠到她 她自己或是不敢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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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自己或是不敢的 已經是女生的 又不敢的 不是 別用相罷後資料 妳現在當備胎的這個通過 場面的火爆 但是有時候 做梅做梅做到後來變成自己耶 真的假的 妳明白我意思嗎 譬如說我...我戴秀琳說 我介紹個男朋友給妳認定 所以妳最後會跟沈玉琳在一起去 我們... 我們兩個一起去對不對 聽說扛我這樣子 妳幹嘛一直冷笑似的 妳很浪漫的 玉琳哥 妳那句話很好玩 很好玩 不是 老師還自己講 都做梅做到自己去啊 真的 經常有的事情 寶媽說做梅人的人 他們並不需要情報很準確 就妳做梅是常常搞不清楚 對方是不是已經有 男朋友 女朋友了 對 妳也在那邊做 所以妳是瞎做嘛 我不是瞎做 其實真的不是 是因為... 沒有...因為他們不會刻意... 不會刻意告訴我說 寶媽 我有男朋友 妳明白為什麼 她們兩個讓我覺得 她們兩個有心想要曖昧 但是就是沒有辦法踏出那一步 我就想說既然這樣子 對 我想說不如我來講 她搭的是汪憲明跟蜜童 她怎麼搭的啊 我一直都認為 她們兩個都單身嘛 因為以柔也是 因為每次跟我們出來 她就一個人 那我怎麼知道 她有個男朋友在美國呢 是嗎 不知道啊 寶媽 我們也都不知道耶 現在講出來了 沒有 而且在美國之前 是跟我剛剛講那個 李健良他學弟在一起 真的喔 柯以柔有容許你們講這些嗎 真的嗎 妳說跟那個長得像 張若君的醫生在一起 我跟你講好朋友是長輩 真的很倒楣 因為長輩完全沒有任何秘密 他就我跟你講那小孩子 她老公怎樣... 可是汪憲明不是有 之前跟紀文會傳緋文嗎 好 那我就講到另外一段 她就說我先講她跟柯以柔這一段 妳有成功的把他們 組合在一起過嗎 我們有試過 因為每一次只要出去吃飯 姊明如果要先走 她會跟以柔說 以柔 妳幫我送媽媽回家 那她一定是... 在她的眼裡是 她可以把我交代給她 然後讓她開車送我回家的 一個人 因為這麼多人在現場 有 她就... 她心裡想要跟... 她心裡想說 妳怎麼講 然後呢 有一天呢 我跟她跟紀文會三個人 同樣在這個棚錄影 然後錄完影之後呢 建民就說 我帶妳去喝咖啡 跟我說媽媽 我帶妳去喝咖啡 我說好 我就跟著她去 但是那一天呢 就我跟她上計程車喔 但是我們去到 坐喝咖啡那個地方 十分之中之後 紀文會來了 她自己搞定喔 沒有 然後後來母親節 他們就這一群人 就幫我過母親節 那我的印象當中是 建民應該叫以柔 我還沒有想到紀文會這個 但是我去到的現場是 有紀文會沒有柯以柔 你知道嗎 過兩三天我碰到柯以柔 我說柯以柔 為什麼沒有來跟媽媽 過母親節這樣子 建民哥沒有叫我 我說 然後突然間就有個人 在旁邊講說 我知道了 因為那天有紀文會 媽媽 妳壞媳婦了 妳都不曉得對不對 真的 所以妳們說現在 所以大家在康熙攝影棚外面 講話得這麼直接啊 我都講錯了 沒有... 我們還寫什麼小粉子幹什麼 寫什麼小粉子 寫什麼小粉子 我們直接拿錄影機去那邊錄 最好啊 沒有...他們都是單身 其實我都覺得 他們沒有壓力 我後來呢就是 我就覺得我一直不問 我就覺得心裡好難過 然後文會就送我回家 他說更勁棒的 文會又要送妳回家 快點... 為什麼每個人都要送妳 妳不會自己回家 那一天是... 沒有啦 我跟文會一起住在新店 然後他們一起就景文開車 跟文會一起送我回家 然後我跟景文 就在車上逼宮紀文會 就說妳到底有沒有 跟我們建民在一起這樣子 文會說沒有 他說建民把他當成哥們 我後來發現 紀文會妳確定嗎 我那一天我就約了 柯宇柔 紀文會 Oh my God 妳怎麼可以做這種歌呢 她真的像媽媽耶 沒有 因為我... 只要三方對質啊 然後呢 馬國賢 阿布 反正那一天全部都毒蛇的 都是毒蛇的 對 然後呢 妳都約阿布 那郭欣不就在家裡哭嗎 妳就不為郭欣想一下 然後就這麼聽話喔 其實我覺得到後來 我們幹嘛做節目啊 去拍現場的 嚇我了 那我跟妳講好不好 為什麼要跟紀文會 跟那個柯宇柔都沒有關係 她真正跟誰在一起 妳知道嗎 誰... 好 這樣算你們不要嚇一跳 也許你們也能知道 誰 她跟真王華在一起 誰 那個 妳們自己去回想 去回想過去的種種 妳就會知道 去印證我講的句話是真的 妳說現在嗎 現在進行事嗎 這幾個月不知道啦 可是至少兩三個月前都還吃 可是萬一忘記妳沒有想要公開 妳這樣不是什麼 對啊 可是我一直很奇怪 為什麼不公開 妳管人家 不是啊 他們為什麼不公開 而且為什麼要讓妳公開 對 妳知道嗎 對 妳知道嗎 對 妳知道 對 妳知道 沈志作 妳的線索是什麼 妳有證據嗎 對啊 因為曾婉華的一個朋友 是我們以前公司的工作人員 是 那她曾經跟我們那個工作人員講過 那我們工作人員跑來跟我講 我說她說有一件機密的事情 我說機密的事情讓妳講 我說玉琳哥 妳要答應我 我跟妳講 沒關係 妳... 妳現在... 妳現在... 妳現在在... 沈志祺妳真的是不要臉都擠 妳 妳真的頭都很問題的製作人 妳從來應該要 應該假裝妳忘記了 她曾經交代過妳手有沒有 因為... 因為我不想讓寶媽再白忙一場 因為我剛聽到覺得很心酸 妳到死前妳會很暢快 妳也別說會一直到 男朋友祕密而死 她不會啊 日子只要死就死了 因為我很敬重寶媽 我剛聽到寶媽一下子在喬紀文會 一下子在喬柯宇了 我很心酸 我覺得寶媽這樣的年紀的 不要再白忙一場 因為她們兩個都不是 我跟妳講 建民一定會打給製作人 然後跟她講說 我一定要來錄一集 我一定要好好的沈浸一下 真的喔 真的 她一定會 所以任何被汪建民喜歡的女生 都得負責送妳回家喔 會嗎 因為她...她認為... 因為鐵頭哥 永遠都是要送寶媽回去 妳聽不出她的玄外基因 妳回家啊 就是妳不要再出來當電燈泡 給我回家 但是重點是 她可能會這樣子做 她表示 那個女孩子可能會講說 建民哥把寶媽交給我 建民哥對我認定的那個程度 是這樣嗎 剛剛思佳 我也幫她湊合過一次啊 思佳 思佳整個就太男人了 也是在KTV 而且那一次也是建民哥在 那一次是建民哥 思佳跟... 汪建民怎麼那麼多局啊 對啊 建民哥我也介紹幾個給她過 她也是 而且 你介紹球員 可不可以成功 因為她也愛打球 小朋友不用啊 她自己就很熟了好不好 所以王思佳妳有安排過 而且那一陣子 這樣對嗎 建民哥在報告 對 這集根本是建民哥的特質 反正她就是已經幫她講 因為彩樺 是彩樺姐講的喔 彩樺姐結果把我拉到旁邊 因為我們一直在做... 就是要介紹我一個 婦產科朋友的弟弟 給她認識 給思佳認識 因為思佳也是在講說 她都沒有男朋友 對 然後彩樺姐 吵就有嘛 吵就有啊 你真的很... 然後彩樺姐就一直很不思向 就跑我拉到旁邊就說 妳怎麼這樣 建民哥現在在追思佳耶 真的啊 真的啊 什麼時候都是建民哥 真的啊 她說建民哥很喜歡思佳 妳不要亂介紹 而且思佳不能留下來 因為那一次是思佳 跟那個看對眼的 然後她想要留下來 但是建民哥跟彩樺姐姐要走了 然後就不放心 讓她一個人留下來 對啊 這種事情 然後節目上面講 心風學雨耶 對啊 然後玉琳哥你才猛耶 就直接爆料 沒有 是這樣的 當時我在那個場中央 我聽他們在那邊講 越聽越不是味道 因為我知道的真相 跟他們講的是不一樣的 而且我這個真相呢 也不是我當場杜撰出來的 我剛剛講說 有一個工作人員 跟那個女主角是好朋友 所以呢 他告訴我的 我那個講的後遺症也很大耶 因為那個建民哥 有一段時間也不是很開心 就說亂說 亂說 對 他碰到我就說 玉琳哥 謝謝啦... 我想說這是在講反話吧 他說謝謝啦 你讓我跟那個女生喔 最近通告量暴增 但是講的時候是咬牙切齒的 不過剛剛我們看這個影片喔 這個也令人那個無限感慨 建民哥 後來有沒有 跟寶媽 對... 對...春去春要回 春去春回來 花仙河會再更遠 你們兩個為什麼把每個人 都講成這個樣子啊 潘老師 老實講 你在演藝圈那麼多年喔 你有沒有被你目擊過什麼 那個男女情愛的八卦 是有 但是我跟你不一樣 不要講人民啦 就講一下 你不要講是誰就好了 事件 因為其實我跟你講 在我那個社區裡面就滿多的 你們那裡喔 住了你嘛 威儒嘛 大概有十幾二十個議員 王思佳也住那裡 對... 然後呢 還有很多 不方便 那你講你的事件經過 我事件經過就是 其實因為你知道 我平常也是有早起的習慣嘛 是... 對 有時候早上起來的時候 老兵都這樣子 對 老兵都這樣子 那早上起來有的時候去運動 我會去合體去跑步 那跑步回到家的時間 大概才七點多鐘 七點多鐘 發現有的時候跟你一起 進電梯的那個電梯的人 同學好像不同一個人就是 這個人明明就是很熟的這個 這個朋友 那旁邊會可能跟了另外一個人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兩個就是... 就一起進來 那兩個都是圈內人嗎 都圈內人 那都不跟你打招呼 打招呼會打招呼 很尷尬的打招呼 那我們也這樣三個自然而然 就把頭都抵起來了 然後就不太多說什麼了 這也就不太多說了 就說那早上起來跑步喔 好 好 我是去跑步跑完 他們是剛回來啦 應該是這樣 我是跟你講真的 我是這一生我認為 最shock的畫面喔 我以前不在節目中講過嗎 演藝圈真正的八卦集散中心 在哪裡 在電視台的剪接室 因為那些剪接室啊 來盯剪的製作人啊 或者是那個企劃啊 看到什麼藝人他就講 有時候剪接的生涯很苦悶 剪的...總是要聊天嘛 要不然慢慢長夜 就開始在那邊交換一些情報 那或者是說 有的時候呢那個演藝人員呢 可能比方說新節目要開播 那特別重視 所以那個主持人呢 也會來盯剪看一下這樣子 我曾經就目睹喔 那一次是應該是那個剪接師呢 出去吃飯了 然後那個男主持人呢 就坐在剪接室裡面 然後呢沒多久 可能就來了一個女藝人 應該是節目的助理啦 助理女主持人 我們就一起握在剪接室裡面 那那時候呢 我還是製作人 我抱著一隻袋子要剪 然後我就走錯了這個剪接室 比方說應該是2號剪接室 我比方說走到5號去了 我就門一打開一個... 露出一個縫喔 然後我就看到... 你就看到在裡面有重疊的畫面嗎 車子又疊在一起 對 那礙於食杖問題 不用講太細啦 總之他們就是做很親密的行為 就是人事間最親密的行為 然後我想說怎麼會這樣 我整個傻眼了 然後我想說他們應該沒有察覺到吧 因為他們可能太投入了 然後我就把門清新的 就帶上這樣子 然後自己以為神不是鬼不覺 我趕快逃離現場 還叫我做賊 其實是他們做賊啊 可是怎麼搞得很... 好像我在做賊 可是你很生氣 你看到那個是你喜歡的那個人 沒有...然後我就離開那個電視台 沒多久我手機響了 那一位製作人 男主持人 他們打來 玉琳 我知道你都看到的 別說大哥沒有照顧你的 他就叫我不要講 特別定義 你別說 那後來... 我也是一直在忍... 對 我想說 這是人家巨大的秘密啊 好歹我也忍了三個小時 才跟人家講 因為他命關 那你...你這樣一直爆料對不對 你有沒有真的得罪過人 或者是譬如說你爆了好朋友的料 真的吵架 我跟你講喔 我爆料看起來好像很犀利 好像很驚人對不對 但是你注意看 我都掌握一些美感 比方說我指名到姓的 對 我一定都講好朋友 像潘老師 他也很委屈啦 他常常要被我講 我看你們兩個的互動 我覺得你們越吵感情是越好 這倒是真的 對啊 你們都不會生氣 還有啦 大家講來講去啦 玩笑話嘛 對...我講他 他也講我 大家就扯平這樣子嘛 表演嘛 對啊... 我們的工作不務無非 就是為讓大家開心 但是也有一些好朋友喔 是那種真的互相爆料 爆到最後真的起屁裡面 有喔 也有這種 有啊 他跟潮起屏 不是爆料到起屁裡面 對 就是這種 對啊 因為區區一個錄影帶 我們沒有 你不要再講這些 你們兩個是怎麼樣 我們兩個沒有怎麼樣 你們兩個一起上來啊 過來啊 不過潘老師喔 自從潮起屏事件以後 至少學會一個特殊才藝 我也是去他家喔 怎麼堆滿了一堆厚紙板 潘老師 你在幹嘛 我自從幫潮起屏 做那個錄影帶以後 我現在也有這個興趣的 他用紙在那邊紮那個房子啊 紮車子 還冰式 對...還幫自己紮了一口觀察 好 觀眾朋友 大家就開心一下就好了好不好 對 他現在說 我在那邊開一個燒烤店 什麼什麼之類的 都是你在講 但是真的感情越吵越好 那很多好朋友 尚康熙也是一樣 越尚康熙感情越好 我們來看一下精采的片段 來 我本來會去他那邊跳舞蹈 自從發生一件事情 之後我就沒去了 那一次我們在那邊跳 都要跳得很開心 他在派上喔 因為他在那個遊玩舞蹈界是天王嘛 居高臨下 神怎麼會走下來 你知道嗎 他突然走在我旁邊 我覺得受寵若驚 然後就在我面前跳喔 我以為他要教我 你知道嗎 他就說 不懂幹嘛要看後面 他說你看後面 小聲看後面 然後我就往後看 他有一個女學員啊 為了勾引他 穿那個很寬鬆的T恤喔 兩顆全部就拿出來 怎麼拿出來 不小心掉出來 他是拿出來的 是 掉出來的 請問這個故事 這個有什麼關係 真的嗎 我告訴你 你看他...他就會 扯到這邊長 我們這邊好好的進展 你那個講他真的故事 後面還有後半頓 我是說 所以他這件就是我希望他這樣 所以我平常對他的關係 已經遠超過 有的時候對我自己的家人或這樣 你知道他 因為他那段時間他非常的累 對 我有一次打電話給他 我說我跟你說 你來 你晚上來 他喜歡喝一些譬如高湯啊 煲湯之類的 你知道我們跑那家 很有名的煲湯那個紀元嘛 很有名的煲湯店去 我就叫他來 他說我真的沒辦法 因為工作到太晚 好 沒有關係 我今天自己喝完了 我叫老闆再打包一包 重新弄一鍋 我把他帶好 我去他家的時候 他還沒回到家 我把他那個湯 掛在他的門口 就是那個把手上面 我掛在那邊我離開了 我留一個字條給他說 你完了 工作完了回來 你記得把它喝掉 好貼心喔 那天我回家 看他門口掛那一包 我想說是什麼東西啊 熱熱燙燙的 然後看 都不是雞湯嗎 我當時內心一陣沸騰 我想說 因為我知道一定是潘老師的嘛 好 然後那時候 我沒看到那個紙條 我踢了袋子進客廳 因為肚子又餓 然後又冷 那個要把它倒進鍋子裡面 還有一張紙條 他說辛苦了 好 要保重自己 身體不要累壞了 好感人 我就邊喝 奇怪 家裡面怎麼 天花板會漏水 不會啊 原來不是天花板漏水 好討厭喔 他真的好討厭喔 很感人... 很感人 故事就是在機上 過來門馬裡面就OK了 對 到去就OK了對不對 對 你覺得... 有為什麼不漏尿啊你 漏尿 有 我一定要把那個講出來 那個一定要講 今天沒有什麼不能講的 你跟花花在公園 我還要講你跪在家門口的事情 我還要說 跪在家門口那個 我現在跟你講 好 有一次你知道 那好朋友就是這樣 有的時候這... 你親眼目睹到神靈跪在門口 我跟你講 那許靈 許靈靈就在你的眼前 這沒有任何謊言在裡面吧 沒有...那個太... 我跟你講太真實了 他誤會了 什麼誤會 我跟你講 那天是因為他 你知道他有的時候跟雅吵架 或者我跟我老婆吵 我們有的時候都會互相說 我覺得男生跟女生是一樣的 那天我打給他的時候 憑他跟我講說 沒關係啦 過了就好了 他平常都是這樣 可是那天跟我講話的語氣 就特別的沈重 而且他打電話就說 我說你適不適合 要不要我幫你處理 你有什麼事情直接跟我講 沒關係啦 真的沒關係 反正一下過了就好了 女人就是這樣嘛 老婆就是這樣 三天就好了 可是這不是他平常會講的語氣 然後那天就說 那這樣好了 我們過來吃飯 我去接你 你們出來吃飯 我們可能中間做個合適老 就沒事了 不要...真的不要... 沒事好了 我跟你講我現在有事要忙 他就把電話掛了 我就知道不對了 我就跑去了 但我跑去的時候 我還是跟他講說 我過去啦 我過去好 我現在過去了 我看他到底是怎麼樣 你不要過來 我跟你講沒事了 現在已經沒事了 我們現在正在和好 你不要吵我們 你過來我跟你翻臉 我都不起這樣講 可是我就覺得這個事情一定有 我跟你說 殊不知我那天到他家樓下 我上樓的時候 當電力門打開一剎那 我整個心都揪在那邊痠了 我看到一部雪靈靈的一個畫面 沈玉琳跪在他家門口 我跟你講 他這樣嗎 他這樣...譬如說電梯手機上 他這樣什麼 他這樣什麼 他要被眼鏡掉 假裝找東西 對 他這樣... 然後我跟你講 更離譜是 我明明知道了 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說運哥你怎麼了 沒有的話我隱形眼鏡掉了 他說他在找隱形眼鏡 而且他還跟我講說 我說找隱形眼鏡 我說為什麼你要穿個拖鞋 找隱形眼鏡 而且為什麼在你家門口 不是 因為我買那個 他說他買了一個新的隱形眼鏡 那個隱形眼鏡是可以解碼的 因為他喜歡看A片 那個隱形眼鏡是可以解碼 可以看到那種無碼的 我沒有喜歡看A片 你真的很像 隱形眼鏡可以解碼 他就在那邊 他一直翻 他一直在那邊找 然後他還跟我說 你來幫我看一下... 那我就好像說 你要不要叫雅仔一起出來 我說你可以把那個門燈打開 因為他家門口有一個門燈嘛 不用...就這樣看就好 然後我就在那邊給他摸半天 我就覺得不對 我聽到他的房門裡面 好像就是雅仔有在哭泣的聲音 然後我跟他媽媽講說 就是這樣啦 什麼... 我大概就知道 可是我也不能讓他下不了台 我就說算了 你先去不要 再買一副就好了 他說沒關係... 他說你先回去 我找一找 我就回去了 我說沒關係 你進房子裡面 不要 我覺得我還是要找他 就硬在那邊看 就變成我們兩個人在那邊 然後我們兩個人就一直在... 我說我要跟他說 你們那邊不要過去 你會踩到 這樣子 然後我還真的這樣說 沒有那麼蠢的故事 因為我要演嘛 我一定要澄清一下 吵架是有沒有錯 我是真的這套隱形眼鏡也是真的 你看 我以前沒有戴過隱形眼鏡 你幹嘛被罰跪啊 沒有罰跪 我是真的 隱形眼鏡是不會輕易掉下來的 我跟你講 那天有吵架 而且為什麼不把門燈打開 那天有吵架是真的 然後我本來氣到想要出去靜一靜 然後我一出門的時候呢 然後就不小心隱形眼鏡掉到地上 怎麼可能 隱形眼鏡會掉... 那一不小心眼鏡掉到地上 好 他說他眼鏡已經掉了 算了 沒關係 好了 你不要真的 我讓我找你先回去 那我知道他下不了台了 我就說好不好 那我就先回去 他家是三樓往我下了電梯 我下了電梯之後 我從那個旁邊 你知道有一種那種太平梯 就是他是專門是走那安全梯 可是他們安心是不上鎖的 因為要讓人家進出方便 我就偷偷這樣 從一樓偷偷爬到三樓 我從安心的旁邊看 他又跪在那邊 不知道 你現在兩個的時候 因為我找不到很懊惱 沈玉琳 你是因為你跟老婆下跪的人喔 他就這樣 因為他老婆下跪我 而且你該把他髮上三樓 重新偷看人家 因為我想說 我想要確定一下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在那邊 對 結果你又再上一個看 我覺得你是樂壞了吧 你 你性感樂壞 我第二天就一直跟他解釋說 如果我是真的在找影機 而且我還拿給他看說 你看...在這裡 找到了 找到了 我第二天為了遏止 他在到處上播謠言 請問一下 你穿個那種室內的拖鞋 然後類似算是半睡衣的 所以下跪這件事情 他堅持沒有發生 我堅持沒有下跪 那他拉屎在你沙發上呢 那個是這樣子 沒有 他前一天 阿哥 我跟你講 他這個人就是死愛面子 他就是這樣子 譬如說他前一天 他跟你們去吃鍋 或吃...什麼東西 其實很High 那天到我們家裡 他說我說我今天家裡面 燉了一個什麼東西 你過來吃 他說好 他就過來了 他來我家的時候就是因為 跟小朋友玩一玩 過了...他就有習慣 哈哈... 常常都不經意就這樣笑 其實他每次一來 我到五樓上的鄰居都知道 沈玉琳到你家來 哈哈...然後就哭一聲 可是我知道他的那個哭聲 他那個哈哈... 是為了要掩飾他那個屁的聲音 哈哈... 就沒想到開明明的時候 不是 他...對...哈哈...哭 可是我女兒一次 我女兒在那邊玩...哭 我女兒這樣 我女兒圍頭 我女兒放屁的時候 他就會哭 他自己會這樣 然後我女兒就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知道放了 那放屁沒關係 OK 很正常 難免的嘛 當他跟我玩完湯 他站起來 他那天是穿一個灰色的 像類似運動褲 灰白色的運動褲 當他站起來的時候 我沙發上一片黃的 然後這邊一坨 你就黑感覺說一定是 不小心鋪出來了 鋪在外面一坨 然後還看 OK 然後我女兒就指著那個... 就這樣指著那個地方 因為那沙發是一坨黃的 我老婆一看到 我老婆就給我死顏色 然後我就...我也不能說什麼 然後我就說 你怎麼放個屁把我沙發 很搞這個樣 然後她說什麼嗎 我跟妳吃咖哩飯 不小心押到咖哩便當 本來都酷了啦 她才剛去錄影 吃咖哩飯 你超會扯的 我去她家之前 這種鬼話誰會相信 我去... 你... 沒有 你幹嘛這樣是 我去她家之前 我錄完影 我進那個錄影的休息室 一直說要去 我完蛋了 褲子濕濕的 做到咖哩便當 怎麼可能 做到咖哩便當 咖哩便當 就跟隱形已經不會掉下來 是一樣的道理 我去她家的時候 我一定... 我一定還跟她說 你看 我做到咖哩便當 你乾脆跟我說 你出到鴨血或凍豆腐 我還相信你 不是 我還沒有帶一個那種血絲 我一直以為她是自瘋 她做到咖哩 她的紅咖哩 妳做到咖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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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幹嘛照顧我自己穿 她有一個自瘋 她叫我等一下去買自瘋掉 我以為她自瘋破了 我還擔心說 我跟菇一看她過離了 妳要不要再給我 我會把解雞彎給她 為了公出張柏惟這個事情 我向你道歉 我要先做 對 好... 你好什麼 對 你半切他給我畫畫事 我講出來嗎 你再亂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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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邊講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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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你怎麼相信這種鬼話 等一下這個要左上下擠 給她弄完 沒有 我跟妳講 這是欺慾問題 這個我跟妳講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 我看我一下 我沒有 等一下 我發誓 半夜打給花花是婚前還婚後 婚前就沒什麼了不起 對不對 那一定是婚後啊 對不對 我跟妳講 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 我跟花花比妳跟花花熟 因為她那個... 對 她那個節目嘛 幾乎天天見面 妳自己老實講 妳摸良心 妳如果沒有半夜打給花花的話 對不對 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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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對不對 我要怎麼樣 我在想什麼比較嚴重的 你是不是在說話 不是 我在想什麼比較嚴重的 讓她... 我如果有 我如果是在婚後我也有打過 不要說婚前 我如果有的話 我就退出演藝圈 等一下... 那個... 沈玉玲除了花花式之外 有一個別是我覺得 比較匪夷所思的 沈玉玲 潘若迪有跟她的保母一起泡澡 好 好 好 我先...好嚴重耶 妳先跟我講完 反正等一下妳有時間可以反駁 她... 藤岸女兒 找了一個保母 那個保母 年紀差不多五十...六十歲嘛 對不對 六十五歲 好 六十五歲 我應該怎麼會泡澡 我瞎了嗎 對 對 平常倒也相安無事 因為那個老保母會唱一些歌謠 給那個女兒聽 對面唱著她的大本牛 然後潘老師就會跟她合唱 你知道嗎 荒浦城上有歌唱 人啊 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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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好嚴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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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很優質的節目 你們為什麼都相信這種鬼的 有一次我跟小鐘在喝啤酒 我看你這可以編多久啊 他那個事件是這樣子的 對 後來我保母家住了耶 後來到你家去也不是啦 保母我後來休憤離開啦 休憤離開啦 因為你跟他泡澡啊 我跟他泡澡 我跟他泡澡 我跟他泡澡啊 泡澡 你相信我會跟保母泡澡嗎 那一天...他保母在... 對不對 你們相不相信 對 這種鬼話的 那一天他保母 在幫他女兒洗澡浴缸洗一洗 那潘老師不是前面 跟保母唱完三歌嗎 你怎麼會覺得還在... 然後就看著保母的... 我求求你們相信這種鬼話 你們都幾十歲的人 怎麼會像那鬼話呢 看著保母在幫女兒洗澡 然後有那種天倫之美 那個意境太...太好了 他就頭彈進去說 好好喔 那我來跟你們一起套好不好 然後保母... 保母當場回頭 然後...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齊玲 跟這種鬼話樂趣到底是什麼 對不對 你看他 你說他是不是 我跟你講 我在節目 我跟你講 你說我保母唱三歌 我覺得太難... 你們不言重耶 對 你說我在保母唱三歌 我接受嘛 對 我就跟你說 這是一個很... 我講實話嘛 很真實 所以保母 60多歲的保母真的羞憤離開嗎 羞憤離開 我跟你講 因為就是因為他 是因為你強行泡澡嗎 不是 就是因為他 沒有... 所以是他想跟保母泡澡 不會輕易離開 就是因為羞憤離開 所以你到底有沒有泡澡 沒有嗎 我沒有泡澡 沒有 我很多天會講過800多片 我沒有 好不好 為什麼他會這樣 我怎麼幹嘛跟保母泡澡 我可以選別人嗎 是不是 當然 我跟你講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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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會知道 誰跟我講的你知道嗎 誰 好 我今天跟你講 誰跟我講的 小鐘嗎 你們那個社區的主委 我們主委你都知道 保母親跟他訴苦 你要我這樣講喔 我跟你講 那個主委跟我說 你連跪到那邊 你還有在哭喔 你還要流眼淚 然後他在敲門口 因為他在視頻 他在叫主委裡頭看 你要我把那段講出來嗎 那邊主委 他拍了 老婆 讓我進去啦 讓我進去 我那樣頂多好 就算是罵老婆 頂多什麼 但你那是有道德的瑕疵 道德的瑕疵 我只是在那個節目告訴我的 那個...譬如說我跟他們說 我平常我帶小朋友 我幫小朋友洗澡 但我家浴缸很大 那一湯水很多 他說洗完之後 因為女朋友 我讓女兒在水裡面玩嘛 那洗完之後他說 那個時候他說 那保母有沒有進來 他問我說保母在幹嘛 我說其實當我們家的保母 我跟皇太后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不會讓他做很多事情 小朋友是我自己放 因為我做得比較細膩 我就自己照顧 我就弄 他說不對吧 你泡的那一缸水有點浪費 你後來叫保母 他說保母都在哪裡洗澡 我說保母在我家洗 可是我家有兩個浴室 他說不會 那一缸水 應該是在裡面 後來之後你跟保母兩個 一起進去泡 他這一講 這個我跟你講 泡澡這個事情講了快八個月 我這八個月 我受盡了所有的委屈 你有什麼好委屈的 誰跟保母泡澡 你站在那邊 東西啊 你一定叫我娘泡澡 妳要泡澡 妳要泡澡 妳要泡澡那一次 妳還泡澡那一次 妳還泡澡 她還泡澡 她還泡澡 我泡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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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啊 泡澡了啦 她真的跟大母娘泡澡嗎 沒有啦 她問我說 那個男生的泡澡在哪裡買 對 我跟她說在哪裡買 沒有 介紹她 我跟我大母娘泡澡 要說 要大家來說啊 你覺得不可能 我覺得我跟保母泡澡 有大母娘泡澡 我覺得你講得比較真實耶 我保母後來因為這個事情 她不是這份兒離開 因為她聽到這句話 她的 我保母有家人 有小孩的 就打掉污辱了對不對 對 因為我說這只是一個效果 綜藝效果 好玩 開玩笑 他們會當真耶 對啊 我保母家人會當真 因為連我們都會當真啊 就非常傳統那種啊 可是你要看到我保母的樣子 你看就會嚇到那種 所以你不是說那種 他攻擊人家 不是嚇到那種人家 有一點年紀的嘛 不好意思嘛 對 保母就說 那潘老師 那我就... 這陣子我真的已經休息 因為他講... 沒有啦 那你不就沒有保母嗎 我沒有保母 現在沒有那個保母啦 後來來一個更年輕的 來一個更年輕的 來 第二天就跟我說 來我家 我跟你講 他跟他丈母 等一下抱抱... 他說... 他說來我家看保母 我說你保母有什麼好看的 他說不是 他穿短褲 我說幾歲 他說25歲 你是不是找我去你家看保母 我找...那是因為 他的小孩子快要出來 你的保母25歲穿短褲 你叫朋友去看 我的保母是不是 我保母... 我的保母都是我太太挑的 都是我太太挑的 所以是年輕貌美的那種嗎 沒有到年輕貌美就是年輕人 因為他是幼稚園的老師 我請的是幼稚園的老師在教 那因為我之前的那個保母 說真的 他叫他唱俄歌給我女兒 他會唱三歌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變成... 教偵察官 你出國了 不是 因為... 沈玉琳 你幫助他們家 從65歲保母換成25歲的保母 他那個老保母 我明明就是在那個美國另有高就 因為美國給保母的薪水很高 所以就貪圖比較高的薪水就去了 跟我有一點關係也沒有 他也有打電話來講說 因為他說玉琳哥那個開玩笑 那開了有一點開太大了 好啦 澄清啦 是差一點要泡澡啦 是因為他說來...一起來 那保母是有進去 然後保母身體在浴缸外面 然後說來幫他們幫他洗女兒這樣 你說今天我跟他兩個泡澡 我可以接受 那你來幫我澄清一下 我是真的做到咖哩便當 不然人家以為我... 對... 因為他錄完這... 因為錄完湯系啦 那天吃咖哩飯嘛 他不想又做到咖哩便當 他就來我家了 然後我是真的要在找隱形眼鏡 一定要講啦 潘若迪記仇嗎 完全不記仇啊 體系好嗎 非常好 他還滿念舊的啦 我跟你講 他那個... 你不會不要抖他前... 沒有的事嗎 沒有 上次講那個老保母有沒有 上個禮拜回來了 都去跑跑 不要再講啦 沒有...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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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定是說什麼東西 還會影響 如果他... 要是沒有的話 他不會這麼激動 這集不要再講那個了嘛 律師公開必然 他讓保母回來就算了 為什麼又要泡澡呢 從美國回來了 從美國回來了 所以是看了那一集之後 保母回來了嗎 他在美國看到了 感動 保母知道他還在想念他 他在美國看了那一集以後 淚眼婆說 死傳人 死傳人 很老保母 好死傳人 其實每個問全都是山東人 山東人 山東人 一回來就受邀一起泡澡 他就打電話給他 沒有 我為什麼知道這個事 是他打給我問我怎麼辦 他說 他說老保母要找他泡澡 他幹不該去 他說 你只要去 沒有人會講出去 你就去吧 沒有人會講出去 他講他全都問他 人家跟大家聽一個 OK啦 你們自己先錄了 好... 幹嘛 你要搬去找老保母 我給你澄清的機會 然後我不再問他了 所以你講完 我們就這件事先切嘴好不好 他過年 真的有啊 不是 他沒有看那個 我就跟你說 貪話 鬼話你不要相信嘛 他打電話給你嘛 從上次到現在還在相信 你們兩個有點掌勁好不好 可是他真的打給你了 他給你 而且第一句話是不是就唱歌 沒有 我讓你唱歌 優子打本牛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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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子也要 好想有沒有 有一個太平洋兩個 你那邊老哥對唱 沒有... 完全沒有美麗 沒有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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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五分鐘時間處理一下事情 今天那主題不是要講這個 你不是 你講這個 我講這個 真的嗎 沒有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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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子 好好錄一個節目 你們就好好講 沒有 你只要這樣子 不要抓到 不要抓到 謝謝你 你不要再打唱喔 好 我們就聽他的版本 然後跟 保姆就是打電話給我 就是問號我新年快樂 我女兒好不好 就這樣而已 沒有什麼 後面全部都打一個人家的 不是 沒有唱三歌嗎 沒有唱三歌 那是上一次他把上次都加進來了 好啦 你剛剛明明說 我只唱這一首 那你告訴大家是唱哪一首 你告訴大家唱哪一首 那是因為 沒有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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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唱什麼 我只吃你 你告訴我他唱哪一首 你不是說什麼悄悄羅那一首 不是悄悄羅 因為 我跟你講 沒有...那一天啦 還沒有唱歌給我 你聽我講 要求求你好不好 他唱給小孩聽 也沒有唱給小孩聽 完全沒最後一次 他只是把以前的拿出來講 他是因為 他平常都很少唱歌給我小朋友 我叫我小朋友說 你可不可以唱一些兒歌或什麼 給他聽 結果他唱給我女兒聽 你唱三歌把我來對 嘿 悄悄羅 那是嗎 所以你沒有唱悄悄羅是不是 沒有...配合他唱悄悄羅 所以電話中沒有唱三歌 他唱三歌 電話中有唱嗎 沒有... 那是上一次的 接下來就打電話問候 好不好 新年快樂 來看看小朋友什麼... 什麼那一集什麼 都沒有看到 也沒有講 他有真的回來工作了 他回來過年啊 過年 為什麼待到上個禮拜 沒有... 他回家真的待到上個禮拜嗎 奇怪 你...你回家 你會馬上就走嗎 你們回家... 出現成本 你們是怎樣啊 來 第一回合結束 第二回合開始 好...OK 再低一點 對不起... 好 那個對方便有 你的時間結束了 好 我第十名 我來先走了好不好 麻煩你... 我讓你回答 我不再讓他插嘴 OK... 我不講話了 所以沒有唱歌 沒有唱歌 然後你有要他泡澡嗎 你... 我可不可以不要... 我可不是三個要人家泡澡 我怎麼要那65歲的人泡澡幹什麼 所以你沒有要他回來 重新當保護 沒有...因為我有一個老師在家裡 然後他有到家裡探望你女兒 有來看 那他到你家探望你女兒的時候 有沒有唱三歌 沒有 我就給他一個紅包 然後來家裡跟小朋友玩一玩 然後就回家了 就很平常這樣來看 所以他到你家裡沒有泡澡 沒有... 沒有啦 誰大碰你都到你家家去泡澡 你們可不可以有一個邏輯啊 那你問... 我說多麼重養你 你是不是可以... 看誰會你來我家 你會我來我家泡澡嗎 只有這個媽媽在會啊 初一不能死 好 初二就可以了 他愛到十一 他初二一大早就在你家泡澡了 不要玩... 太精采了 你現在知道有多冤了對不對 那個三歌是有唱的 但是我那一首是唱錯了 從頭到尾沒有 你們唱的是哪一首 那你自己也愛鬧啊 那個什麼悄悄羅 那怎麼唱 嘿嘿 你唱三歌嗎 我來對 嘿悄悄羅 他們唱的是這一首啦 所以你唱錯了 他在意的是這個點 沒有...不是 也不是這個點 是從頭到尾就沒這麼一回事 好不好 我保姆只是打個電話來問候一下 新年快樂 每一個人都這樣子 其實在人還是感情還是會有嘛 因為其實那個保姆其實 玉琳哥他一直很想把他 挖到他們家去 我們家就是老婆還算賢慧啦 所以... 那你的意思是說自己... 對 老婆自己... 其實就是比較... 我們講委婉一點啦 就是... 不是... 講我老婆都公主病 我沒有講你老婆的公主病 我沒有講你老婆是什麼命 你有什麼資格講我老婆的公主病 你罵... 你自己講 先不要... 你自己講你老婆都公主病 有老婆沒有 你老婆... 那個小孩在那邊哭成那樣 在那邊看他的韓劇 不是 他就只是忽略了不小心的 對不對 因為他沒有聽到小朋友 在哭嘛 那我在就好了 他老師為了他好就是說 好 你要喝酒沒關係 但是喝酒喝多會傷身 那你一天呢 就喝一杯就好 老公 謝謝你 謝謝你 好 我就一天一杯 後來隔天Kicky去買杯子嘛 買什麼杯子你知道嗎 養鯨魚那種 乾啊 他一天一杯 超大杯的 沒有...他講那個 就是這樣...這樣一杯 那種就是綜藝節目 在玩吹乒乓酒那種嘛 對... 就真的這樣一杯 OK啦 那潘老師 難得來我們節目嘛 那總是要一個Happy Ending嘛 Happy Ending 那不然最後你帶我們 跳妖怪舞好不好 妖怪舞是不是 一起來嘛 右邊一個... 下面一個 手錶在哪裡 有沒有... 先進來... 好 手扳起來 來吧 腰蓋... 好 拋起來... 改個Pose 是不是 謝謝拍了嗎 謝謝 是不是 拍了什麼 拍了什麼 好不好 謝謝 謝謝